隊友居然落下痕雨 死八次就開直播吃大便 各位你們覺得他這場到底究竟會死幾次呢 我們一起期待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Yo哥 I'm Yuga 這場我玩的是莉莉安 其實這場雙方的一個實力 都大概介於星耀跟S左右 在目前這個時間來說 都算是高高高高手級的一個人物 那這場感覺他就是要死八次了 好那我們就稍微的玩一下莉莉安 我應該算是第一次出莉莉安的影片 不過這場大家應該完全都不想看我莉莉安吧 應該是想要看我的隊友 到底有沒有死八次 然後有沒有開那個直播 那在一開始因為我們家輔助有探柚草 所以往前走 沒想到草裡面還是蹲這一隻瑞克弄我的 我不要不要的 嚇死我啦 那在我對線的是卡莉 在玩莉莉安的時候 我一等的時候會點下一技能 在以前莉莉安剛出的時候 我記得他真的OP啊 他技能炸下去 感覺一等就是有破千的感覺 不然就會有八九百左右的傷害 現在的一等呢 莉莉安炸下去大概介於五六百的傷害左右 就覺得說好像又還好 那為什麼莉莉安的出場率又會變這麼低呢 那是因為莉莉安他的傷害被下調太多太多 導致說他在前期的傷害呢 比什麼圖倫 還要更低 他真的是要到後期啊 那在團戰的時候他又需要自己去找一個可以進場的空間跟一個位置 他不像其他隻法師 就是穩穩的待在後面就好了 再來就是他在變形成那個狐狸形態的時候 他的二技能放那個球球啊 那在放的時候需要時間 那再來他飛行球球過去炸的時候 又要一段時間跟距離 導致說莉莉安他的球球 如果你真的要炸到的話 他真的是需要搭配 再變形回去用他的二技能去控 暈住對方 這樣球會比較好炸 那這邊清完兵線之後 來到了下路做一個幫忙 但是對面好像直接被我們家的安萊特綁在一起了喔 那我也給他送上一些我的傷害 這邊成功拿到了兩個助攻 這邊我二技能冷卻好了 運一下這隻卡莉 成功的拿到一顆頭 在下路這一波我們算是打的還不錯 因為剛好我們家的那個安萊特他綁得非常的漂亮 真地漂亮喔 那我們隊友吃下了魔龍 那我們就回到中路清一下兵線 看到的是瑞克 瑞克在這個版本我真說他還是很OP 他還是很OP真的 只是說他傷害沒有像以前這麼OP 但是他在前期的傷害啊 他兩次的一技能 還是可以把我打到殘血 這邊我們交出一二技能 哇沒有成功搶到這個藍 我們交出一個瞬移的用一技能 成功的擊殺對面的蝙蝠蝦 這邊可以注意到喔 對面在支援速度方面是真的很快 我們一入野 對面馬上就跑過來了 所以在高端場啊 支援速度真的是首要的一個關鍵 那我這邊標記了對面的紅喔 因為對面打野死掉了 所以紅是絕對可以反的 所以我一直想去反喔 然後我們輔助會走過去 可是我們家打野 他沒有收到這個訊息啊 是直接往藍區移動 其實我們這邊如果直接反下那個紅的話 其實是非常棒的 可是打野沒去啊 非常可惜喔 不然那個紅直接把他反下來 我們可以更大的擴張這個優勢 在第一時間打野沒去的話 要打這個第二時間的一個會戰 有點不優 因為剛好是一個載道 讓卡莉射得非常的爽 然後提米又過來支援了 你看這個支援速度真的很快 所以你一定要在第一時間就行動 你不能在第二時間對面支援速度真的很快 你看 這提米反而是在下路雙人線的 他可以跑到上面來 就知道說 他的支援速度跟他的地圖觀 真的很棒 那我們就是一起移動到下路 看有沒有人頭可以收喔 那注意一下雙方的經濟 這邊二技呢 暈到了是亥牙 往前做一個收割 這邊再放一個球球 現在球球好像 只能當作驅趕的一個作用啊 把對面往後面驅離這樣子啊 這邊往前喔 可以看到說瑞克他補線的能力 也是相當OK的喔 只要卡莉一不在 他馬上就會來中路補線 這已經是第二次了喔 那我在解說的時候 我會觀察一下 對面他在 玩法上面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很棒喔 那這邊成功搶到藍 哇 對面你看 這個支援速度 應該說 對面剛好那個 提米跟亥牙好像是 剛好在旁邊啊 我就衰小了嘛 在復活之後呢 我們下塔 的外塔 已經扁掉了 對 已經扁掉了 那我們的奎倫呢 也死了他的第一次 他正在等他復活 你看到小地圖左邊 左上角他正在那個 毒秒數 對他剛剛死掉了 他怎麼死的 不需要知道 我們只要觀察說 他有沒有死八次就好 死八次我們很期待 他要開直播吃大便 嗯 算是 他敢落下這個痕疑 我們就看一下 他到底敢不敢 這樣子的執行 那我們就先不破哏啦 他到底有沒有死八次 先不破哏喔 那 應該很多人拉到最後面 那你要拉 隨便你啊 拉就拉 不不不 這邊卡莉 開了一個大招 要逼塔 那瑞克呢 是直接衝過來守塔 不然其實這個座塔 我是有機會可以守的 可是因為瑞克來了啊 你看那個支援速度 真的是 沒話可說 無話可說啊 在前期 我剛有說過 嗯 本來是順風的 第一波 但是後面後續 因為反紅的關係 那一波我們就拔掉 拔掉之後 再來就是 呃 我們的塔 就一個個慢慢掉 慢慢掉 嘖 真的不優啊 對喔 是直接發起投降了 說不定奎倫 他就是發起投降那個人 他說 不不不不 我不要再玩了 因為再玩下去他可能會死八次 我是不知道 誰發起投降 反正我就是按拒絕啦 我是要看他有沒有死八次喔 對面很兇 幾乎 嗯 不過對面的打法非常團結 他們是卡莉開大招 把我們往後逼退之後 瑞克直接衝進來 那我們這邊巧妙的收掉了 提米的人頭 現在看到的是卡莉喔 卡莉他還在草裡面喔 那原來就是因為蝙蝠俠在旁邊 這邊呢 先球球去放那個蝙蝠俠 先一個人抓掉 我覺得 OK 那這邊卡莉 他可以趕 跑這麼前面 就是因為他旁邊有亥牙 那這邊 唉呀 只能說這邊如果我再勇敢一點點 變身之後馬上去炸那隻蝙蝠 我一定是可以拿到人頭 說不定我還不會死掉 可是我剛剛就是 怕了一下 然後交瞬移 然後才回頭炸 就慢了 如果再變身之後馬上回頭炸 是有機會的喔 嘿 那這邊 唉 我在找機會去抓那隻蝙蝠 因為這場 那個蝙蝠基本上算是MVP 那一直射射射射射射射 煩死了 那卡莉又射了 看來這座下塔要不保了喔 繼續繼續 能守多久就守多久 來看一下 奎倫的第二次 第三次第三次 他現在035 已經死了三次了喔 他在 對面 拜託再接再厲 他再死五次就好了 那 他死八次就開始播了 對面不知道喔 所以也沒有特別針對他 如果對面知道的話 我看 他可能五分鐘就死八次了吧 這邊剩我一個人要守塔 有沒有機會呢 我現在 你知道嗎 我不是 在守塔 而是我在拖遊戲的時間 讓奎倫多死幾次 你懂嗎 讓奎倫 有更多時間 出去死更多次 這樣子才能達到那八次嘛 對不對 其實阿真的是 逆風真的是一瞬間阿 瞬風跟逆風喔 真的只差一個字 也差一瞬間 這邊亥犽王的 非常前面喔 直接去收割 可是對面 那個瞬間爆發太痛了 那奎倫呢 他又在獨秒了 他死了 第四次 045了 YES 離我們目標越來越近了 所以我說 守塔是為了什麼 為了讓 有更多時間 讓奎倫 去送更多頭 送到那個八次人頭 嘿 木黑阿 這邊 把兵線收光 再看一下喔 趕快吧 我們看一下奎倫喔 我們就一直盯著奎倫 他到底有沒有十八次 希望這場 不要這麼快結束阿 我已經 滿盡力的炸了 真的很盡力的炸了 我們後期 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是有的啦 就是先抓掉那隻亥犽嘛 可是有提米太麻煩了 你們注意一下那隻提米喔 他所復活的 你看 提米加亥犽 提米直接復活那個亥犽 他亥犽往這麼前面衝 他完全都不害怕 因為他知道有人會幫他復活 你看 這個就是 提米OP的地方 對面有六條命阿 有六個人的意思 哇奎倫他死了第五次 不要 不要結束 隊友全部都按投降 啊 GG 所以 結局就是 奎倫他沒有十八次 他最後只有十五次 超級無敵可惜 我真的很想看他十八次 然後 我看到絕對不會開直播的啦 他雖然十八次也不會開直播 我想看他尷尬在那裡 他在講什麼東西 果然 對面亥犽設了43%的傷害 太煩了啦 因為有那隻提米 真的很煩 提米只要暈到 亥犽就可以去疊他的被動層數 太痛了 我也沒辦法往前 因為有提米嘛 收掉他提米又復活 那這場我已經 非常盡力的炸了 那這場就是 莉莉安 奎倫沒有死八次的實戰結束 那我是優格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記得影片點個大大的喜歡 See you 掰掰